三年前女孩与相爱的男友分开去了西亚图 三年后归来已是物是人非 再次接近男人居然是另有目的 回来第一天就是见男友 男人喝下女人递过的一杯酒店情不明字 紧紧抱住女孩 看着眼前这个背叛自己的女孩 在酒精的作用下暂时放下了对女孩的份量 一夜云雨表达着对女孩的私利 第二天男人睁眼醒来 笑着不念 女孩穿好衣服 没想到分手三年 傅先生还能记得我的名字 真是我的荣幸 眼前的这个女人既熟悉又陌生 你居然就这么把尊严放下 用的还是下药这种不入流的招数 女孩心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迅速调整好表情 既然傅先生说我放下了尊严 那我现在提个要求 是不是也不算过分呢 男人尽力压制住内心的怒骨 声音低沉地喊出女人的名字 顾念 若是傅先生不答应我的话 那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我记得傅氏最近好像在谈海外并购 若是傅家大少爷的铃声混 傅氏会怎么样呢 男人攥紧拳头 昔日爱人竟然算计到自己头上来 问道你想要干什么 我刚回国用钱的地方很低 我要一千万 男人眼神渐渐变得冷漠 答应说好 拿出支票在上面签了字 事后错事你懂吧 你没有资格生下我的孩子 女人接过支票 一脸从容 回答那是当然 男人起身穿好衣服 记住你的承诺 看着男人的背影 顾念攥紧支票 一脸难过油然而生 直到男人离开房间 哼得一身关上房门 顾念才卸下伪装 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这时父亲也打电话过来 念念怎么样钱拿到了吗 你哥的手术实在是不能再耽误 女人表示钱拿到了 马上就送去医院 公司出事后 你姐不知去向到现在也没个行动 你妈得知你个酗酒撞坏了 腿也伤心不已 躺在床上吸氧了 若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把你从国外叫回来 更不会让你去找警示 念念 三年前你不是和他爱的死去活来的吗 若是他能出手帮帮公司 女孩握紧手机叫了声大 让他不要再继续说了 误事的是我会在想办法 摊开被自己捏得皱巴巴的纸片 希望这一千万能帮顾家撑酒一点 可是希望永远都会事与任务 随着各大银行的催款信息息卷入 这一千万对资金链毅然断裂的故事来说 到底是飞水车星 违京之际只有再次去找傅景深了 不知不觉顾念走到了他家门口 这不就是傅景深当年带他来过的地方吗 想当年男人拉着顾念的手 说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拉着顾念录了指纹 顾地重游 女人再次伸出手 上面却显示指纹错误 请重新识别 女人无力地靠在墙上 当初也是我说要切断一切联系的 一束车灯照在了自己脸上 转身一看 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 傅景深在不远处也看见了他 顾念轻换他的名字 傅景深 你回来了 三年前男女一误会分道阳雕 三年后女孩回府 两人再次相遇竟是女孩续门 用一夜的代价换来了一千万 为的就是不让家族企业破产 可天不遂人愿 这一张支票到底是杯水车薪 于是她再次来到了男人家门口 门口的指纹锁早没有了她的录入信息 要怪只能怪自己说要切断一切联系 女孩瘫坐在地上 一束车灯照在了她的脸上 转头一看 是男人回来了 女孩叫着男人的名字 可是她静止从顾念身边走过 根本就没有搭理的意思 女孩扯住男人的衣角 傅景深你能不能帮帮我 男人转过头冷笑道 怎么那一千万还不够 顾小姐的买卖还真是一本万里 三年前是我对不起 和我爸妈没有一点关系 这么多年他们对你意志很好 你能不能再帮帮他们 顾念还没说完就被捏住了下巴 你当初带给我那么大的羞辱顾家 还能全身而退 你以为是为什么 我对顾家已经人之意尽 你没有资格再和我提要求 还是说你想再来一晚 如果自己有办法的话 你就不会来找他 顾念强忍内心的男子 要是这样傅先生愿意帮我忙 还没等他说完 男人便甩开了自己的手 转过身去 你愿意 可惜我嫌脏 从我眼前消失 我不想再看到你 慌的一声把顾念关在了门外 这时又接到了父亲催款的电话 如果下周一再补不上窟窿 公司就只能宣布破产了 顾念安慰父亲让他放心 说会把钱拿到的 第二天一早顾念便来到了富士集团 我想见傅先生麻烦帮忙通报一声 就说我是顾念 听到是顾念小姐 前台明显有些惊讶 常听人说傅总爱到骨子里的顾家三小姐 三年前毁婚和别的男人私奔海外 之后傅总就性情大变 没想到今天见到了本婚 于是赶紧打电话帮忙通报 但电话那头的人说傅总不见 让他随便找个理由让顾小姐走 道歉顾小姐傅总正在开会 今天没有时间见您 不知是什么原因 女孩刚才就觉得头晕 但还是坚持说自己就在这等步 没想到下一秒就在前台晕了过去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傅景深还在会议室开会 助理着急忙慌地来到了会议室 告诉了男人顾小姐在楼下晕倒的事 她连结束会议都还没来得及说 便大不留心地走出了会议室 前台正在试图叫醒姑娘 只听男人在背后制止说 别碰她 男人走到姑娘面前 眉眼间闪过一丝心疼 轻轻地将她抱起 往总裁休息室走去 怎么瘦了这么多 来到休息室 男人细心地给她擦去脸上的汗水 看着眼前的女人 回忆也从脑海中袭来 见她双眸颤动 应该是要醒了 傅景深慌张起身背过去 女孩起身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改用苦肉剂了吗 可你的生死对我而言无足轻重 对你而言 我的生死是无足轻重 那你的孩子呢 听到这个消息 男人还以为自己听错 你说什么 傅景深我怀孕了 将手中的检查报告递给他 另期四周傅先生可以算算时间 看对不对的少 男人皱起了眉头 算计我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说说这回又想要什么 傅市现在资金链短缺 整个K是能帮顾家的只有你 傅景深我们结婚吧 三年前女友不辞而别去了国外 为了保住父亲即将破产的家族情 女友回国后第一件事 就是见被他抛弃的男人 在男人喝的酒里下药 然后发生了能想象到的一切 目的竟是为了换取一千万马内 可一千万只是杯水车薪 根本堵不了这么大的窟窿 几月后女孩再次找到男人 傅景深我怀了你的孩子 我们结婚吧 可是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碍事 男人抓住女人的手腕问道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 女孩早已想好对策 傅佳是配事最显赫的世家 和利益比起来更在乎名声 未婚先孕的事情一旦曝光 对傅佳而言是天大的丑闻 傅先生可以不在乎 那傅老爷子呢 这一顿输出直接给男人整如雨 女孩继续说道 只要傅氏肯救顾家 之后傅氏会拿出 自己每年收益的50% 作为答谢 等生下孩子 我自然会和你离婚 对外说是我个人的原因 不会对傅氏产生半分影响 男人握紧女人的手腕 他最讨厌被人威胁 一口一个傅氏 你倒是很会替我考虑 女孩强装镇定 问男人意下如何 好啊那我就如你所愿 但你要知道我之所以娶你 女孩点头答应 他当然有自知之明 他肯低头是为了这个孩子 孩子的母亲并不重要 男人看了看手表 名政局还没有下班 但顾念现在就跟他去领政 这么快吗 曾经和这个男人一起幻想过 无数次结婚的场景 从没想过这种情况 来到名政局拍结婚证 两人表情一个僵硬一个冷漠 摄影师让两人都笑一笑 新娘再靠近新郎一点 男人一把攀柱离开女孩的肩膀 把她拽到了自己身边 结婚照拍好以后 男人报备着自己的行程 说一会儿结束后要去法国出差 会安排司机送顾念回别墅 以后她就住在那里 故事她已经安排财务介入 这一两天就会处理好 女孩伸在半空中的手又收了回去 回到别墅女孩洗漱完 见男人站在窗前 你不是去法国出差了吗 男人转身回答说临时取消了 再仔细一看 女孩出狱后显得格外清冷冻 见状女孩赶紧整理了下衣服 借口说自己有些累了先睡觉 见女孩躺下 还是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她的头发 接着抱了上去 女孩明显受到了惊吓 顾念别忘了现在你的身份 说罢便想罢王应上公 酿酿酿降降 女孩拼命拒绝 让男人不要碰她 不让我碰那让谁碰 纪扬嘛 女孩想要解释说和纪扬没有关系 醋坛子打翻的她哪里还听得下去 在西雅图跟纪扬三年还不够 回国了还要为她守身如玉士吗 委屈和无奈的泪水不禁落了下来 纪扬这个人 是我怎么竭力避开也无法避开的平淡 男人继续质问那你给我下药的时候 你碰我的时候怎么不想就为激扬手 女孩解释说没有 在西雅图那三年 还没说完就被男人打断了说话 我没兴趣听你们的事 正好我对别人碰过的东西也没兴趣 钻井拳头走出了房间 看见男人离去 女孩的眼泪再也绷不住 一个人伤心地哭了起来 因为一个与同学开玩笑答应的赌局 女孩决定追求学校叱咤风云的校草 殊不知与男人的每一次偶遇 都是为了赢得赌局的手段 在女孩的猛烈攻势下 男孩终于栽在了她的手里 可她不知道自己也已身陷其中 和男人在一起的日子 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就在众人以为两人已经水到渠成的时候 顾念却突然悔婚跟别的男人远走海外 而别的男人正是自己的好兄弟激扬 就在她说分手后的那一刻 男人的心也就碎了 三年后女人回国 他们的命运再次纠缠在了一起 就算两人为了孩子成婚 女友的背叛始终是男人心中的一根刺 你还是喜欢激扬对吗 在西雅图跟了激扬三年还不够 回国了还要为她手伸如玉士吗 顾念的拒绝加深了男人对她的误 钻紧拳头起身离开 只留下顾念一人 满腹的委屈不知去何处诉说 第二天一早接到了公司那边的电话 顾小姐大事不好 赵氏总裁突然打电话来说 不给咱们提供精油了 女人思虑片刻 帮我约赵文博见面 越快越好 再帮我查一下近期活跃在圈内的 高总制精油公用商 秘书一并应下 赵氏提供植物精油 顾氏负责提炼制作香水 这十年来双方合作融洽 真想不通赵文博为何会突然翻脸 秘书来电说上午赵总的日程已经全部排马 但中午和女儿一起用餐 邀请顾念一起去 女孩中午准时赴约来到了大酒店 服务员一边为女孩引路一边说 傅先生这么忙没想到您能答应来用餐 傅先生可能不记得 我们高中的时候 傅先生 顾念进门发现傅景深居然也在这 坐男人旁边的女孩赶紧给他打招 念念好久不见了 顾念问他是谁 我是赵萌啊 我们初中高中都是一个学校的 初中还是一个班呢 女孩这才想起来 确实好久不见了 赵萌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傅景深 看来赵文博要取消和顾氏的合作是为了傅景深 顾念走过去坐在了傅景深的旁边 一边说今天堵得厉害 抱歉让赵总久等了 赵文博开口 不碍事的 毕竟现在顾氏整个摊子都压在你身上 顾小姐可是大忙人 女孩开门见山 说这次来就是希望赵总再考虑下两家合作的事情 赵萌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道 爸你就答应了 故事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了 可是念念还是很有能力的 边说边时不时地瞟向旁边的傅景深 念念想做成的事情还没有做不成的 上高中的时候 念念本不喜欢傅先生 但和我打赌一定要拿下傅先生 之后没多久傅先生就和傅念在一起了 只可惜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 傅念和季阳去了西雅图 季阳当年 听到季阳两个字 傅景深再也忍不住 手里的酒杯已经被他捏得稀碎 声音低沉有力地说着 滚出去 陆总发飙正好达到了赵萌的目的 他又开始惺惺作态 嘴里说着抱歉 其实早就笑开了话 我不知道你还没和傅先生说过这些了 既然傅先生让你走 那我们之后有空再约好了 傅念果然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绿茶 跌紧拳头站起来准备离开 今天这顿饭我请 几位慢用我先走吧 男人喊了一声站住 傅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陆总看了一眼赵萌和他老爹 我是说让你们滚出去 老父亲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服务员见识不妙 赶紧把那对妇女请了出去 留给了两人独处了空间 顾念走到男人旁边 赵萌说的事情对不起 男人也站了起来 我还以为一向骄傲的顾三小姐 是永远都不会开口说对不起 顾念垂下了头轻声说道 骄傲的是三年前的我 现在的我在你面前不值一提 不耽误你用餐了傅先生 我先走了 没想到男人一把抓住了女孩的手 让他坐下 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 我得确保你营养供给充足 才能放你胃胎 让他先坐着吃完 边说边给他加了菜 还是他以前喜欢吃的香辣鸡翅 一个鸡翅把两人都带入了美好的回忆 看着女孩吃下了鸡翅 男人会心一笑 他的口味倒是没怎么变 被总裁赶出来的赵小姐很不服气 找到顾念理论 指着他说 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顾念了 傅先生也不可能再要你 听到以前高中自己的朋友这么说自己 女人不禁吃笑了起来 原先不大明白虎落平阳被群妻的意思 现在觉得好理解了那么一些 赵家小姐气得想要把他巴掌 你说谁是狗 女人抓住他落在半空中的时候 当然是你 另外忘了告诉你 其实我来之前就已经找到新的合作商 本来是想给赵氏一个机会 没想到你们不领情 和故事的合作占据了赵氏收益的30% 失去故事你们可亏大法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 赵小姐就慢慢体会了 不给他回话的机会 说完便扬长而去 赵家小姐恨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顾念你给我等着 秘书早已等候顾念多时 顾小姐要去见新的精油合作商购 顾念却说要先去医院 来到医院老父亲就开始诉苦 你哥现在是个废人了 是吧太没用了 没有保护的好你们兄妹三人 还有你的母亲 顾氏资金链断了没法 又把你卖给了顾先生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中年人的无奈 顾念拿走父亲准备点名言 爸你别再抽了 我会帮哥找治疗方案 顾氏的事情父亲身在 也能解决 老父亲赶紧问他们是怎么结婚的 毕竟他当年因为顾念的离开 可是气得不行 女人低下头声音小的文字都听不见 我说我怀孕了 老父亲听到这话 只觉是自己拖累了你 说着对不起 念念 爸能看出来你和父先生是相爱的 如果真的有个孩子 或许能让你们稳定下来 不然万一被父先生知道真相 我们全家都要玩了 顾念何尝不明白呢 可是现在连父亲身靠近他都会觉得难受 更别说是要的孩子了 想起那次药不是有药物的麻痹 他也没办法接近男人 所以其实那天到底做了什么他也记不清楚 女孩安慰父亲让他放心 接着便去处理公事了 秘书汇报说新的经由商已经联系好了 随时可以谈合作 顾念问是哪一家 警示集团 听到是警示 女人脸上有些民众 想到警示现在的总裁景瑞和他还有些过急 高中时 当他得知景瑞把他高中室友的肚子搞大 还劈腿时 为了报复他 顾念溜进男生宿舍 把胡椒粉撒在了他的裤衩上 秘书投来仰慕的目光 顾小姐你好厉害 我那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因为身边还有傅景深 要是知道还有要和景瑞低头的一天 当时就不该做那么久 联系景瑞吧 我需要见他 下午顾念来到景瑞办公室 直接开门见山 听说景少手上有一批精油原料 景少开个架吧 男人端起一杯红酒老有兴趣地看着他 大名鼎鼎的顾家三小姐 怎么会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呢 我怕不是听错了吧 当刚娶进门的老婆跑去给竞争对手做女伴 富黑高朗的爸总是当场抢人 还是隐忍不发呢 自从把三年前伤害自己的女人娶回家后 傅景深便想着总有一天 他的体贴关怀会温暖顾念冷漠的心 可当他在商业晚会上看到他盛装出息 并且还挽着别人的手腕之时 他的心犹如被一盆冰水直接浇灭了 参加晚宴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富二代 同时也是各大集团的候选人 他们自然知晓顾念和傅景深当年恋爱过的关系 看到顾念回国却和景锐一同出息 他们纷纷议论女孩是一个不简单的坏女人 顾念没有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反而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傅景深 他推着景锐赶紧离开这里 却被人一把抓住 你着急什么 傅景深不是在那里吗 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 顾念内心十分忐忑 原来这就是景锐要带他过来的原因 男人挑衅的语气朝着傅景深说话 傅先生好巧啊 接着特意把顾念推上前去 称这是自己的女伴 景锐的手搭在顾念的腰间 期间还不停观望着傅景深的神情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如果这次的难堪能让景锐 给自己公司争取到合作的机会 那也就值了 顾念先一步伸手 略微皱眉地打个招呼 傅先生您好 男人的眼里藏着刀子 可这样的场合并不适宜质问 于是傅景深也装作不在乎 跟他握手打了声招呼 随后恢复平日的冷静先行离开了 而景锐也要应付其他的合作商 顾念这才松了口气 想要到洗手间整理一下衣服 谁知刚到门口 一双大手将他紧紧扣住 说你和景锐到底是什么关系 傅景深趁四处没人 才把顾念拉到安全出口处询问情况 顾念一五一时地将事情交代了清楚 景锐是自己谈的心和作伤 所以才答应陪他出席晚会的 傅景深的怒火达到了极点 顾念 麻烦你记住你现在是傅太太 我可不希望我的女人 被人传出红杏出墙的绯闻 顾念也明白自己的身份 所以那晚的晚会他并没有多逗留 第二天清晨 顾念打算将礼服收拾好 拿回去还给景锐 可衣服却被父亲生养的哈士奇给撕碎了 这么劣质的东西 连做抹布的资格都没有 他让庸人将地上的碎片清理干净 而顾念只能空手赴约 对不起 昨晚的礼服被我家狗给咬坏了 这个钱就当是我赔给您的吧 今天的景锐说话十分直接 裙子的钱我不要 送你呢 但顾氏的钱我可以帮你出 他笑眯眯的眼神让顾念看出了不简单 说吧 开除你的条件 我的条件就是你 嫁给我当景家的少夫人 这个条件对于顾念来说简直就是废话 他想都不用想就直接拒绝了 可景锐却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难道你还想等傅景深对你出手相助吗 你不用着急拒绝我 反正现在我俩的绯闻经过昨晚的发酵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而且我的提议对你永远有效 景锐放荡不羁的话语让顾念心生怒意 要是昨晚的传言被傅景深听到了 肯定会影响他对故事的援助 顾念的脑海里再次产生了要算计傅景深的念头 他的手轻轻抚摸着肚子 看来今晚得来真的了 他们是抵死缠绵的恩爱恋人 却要依靠安眠药才能靠近彼此 俩人亲密的契机还得靠薄的几乎没有的性感睡衣 只因女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十分抗拒他人触碰到自己的身体 他长期吃着安眠药度过余生 就连面对丈夫的靠近亲密 他每次都是内心忐忑焦躁不安 可为了挽回丈夫被谣言动摇的心 顾念不得不在今晚再次讨好傅景深 我和景瑞不是你传的那种关系 我跟你说过我们见面的缘由的 傅景深一把甩开他的手 脸上甚至摆出不悦的表情 他啪的一声关上了浴室的门 独留顾念呆呆地站在原地 肚子里的孩子要是真的就好了 女孩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这句话 他决定今晚就复制于行动 于是果断倒出一颗安眠药 傅景深正在浴室洗澡 顾念做好心理准备直接就进来了 说是要帮傅景深拿睡衣 可他却穿得十分清凉 男人的毛子愈发得深不见底 看到这一幕我相信 所有男人内心都会有所震撼 何况是自己深爱的女人 即使是吃了安眠药 顾念也还是害羞地不行 结结巴巴地说着自己要出去的话 可来都来了 傅景深又怎么会放过他呢 你穿成这样不就是想靠近我吗 顾念这回也不扭捏了 不知道傅先生对我有没有兴趣 傅景深亲吻着他细长的脖子 也正是此时 顾念的药效发作了 他开始变得难受 但也还是在可接近的范围内 他主动还住傅景深的脖子 男人见他没在抗拒 便更加肆意掠夺起来 顾念跟傅景深分手多年 也并没有跟别的男人有过亲密 因为心理疾病的原因 他在这方面基本是一个纯小白 顾念不停喊着傅景深的名字 他瑟瑟发抖的样子 让男人有些疑惑 难道他跟季阳走了三年 竟然什么也没发生过吗 傅景深看他实在有些难受 就没有再继续 他轻轻地把女孩放在床上 轻抚着他的秀发 现在还是很不舒服吗 见女孩表情有所缓和 男人再次靠近想要继续 可顾念竟然睡着了 这搞得傅景深就很尴尬了 不是来多赢我的吗 怎么自己就睡了 他一脸宠迷看着女孩 不自觉地回想起了往事 三年了 他表面上对顾念仍是痛恨的态度 可实际上他是真舍不得 伤害这个他埋藏在心底的女人 次日清晨 顾念独自坐在床上 回想起昨晚的事 自觉的有些可惜了 但这也证明睡衣的计划是可行的 今天早上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称母亲因为知道了 他跟傅景深结婚的事 便想让女婿过来吃饭 顾念自是知道 两人的婚姻只不过是交易 这让他回去吃饭 还是有些为难的 可尽管如此 他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客厅 傅景深坐在餐桌前看着报纸 爸妈想你去家里用餐 我妈妈近期身体不好 你能当做是陪我回去吗 傅景深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 所以这是你的要求 他们人前是恩爱非常的年轻夫妻 然后是个怀心思的陌生恋人 只因之前女孩的狠心抛弃 男人便痛苦地折磨了三年 尽管两人结为了夫妻 却也只是单纯因为利益的缘故 然而女孩的家人并不知情 一心以为男孩已经原谅了 当年女孩的所作所为 想要热情招待女婿回家吃饭 顾念对此十分为难 可母亲因为公司和哥哥生病的原因 已经病倒了 尽管心中万分不愿 也还是询问了傅景深的意见 可男人看着报纸一言不发 对女孩的话置之不理 顾念也不想让她为难 如果你实在没时间 那就算了吧 然而第二句话还没说出口 傅景深境意外地答应了下来 晚上我会开车到顾市接你回家 顾念十分感激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谐地相处过了 回娘家的车上 顾念时不时会偷瞄正在开车的傅景深 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毕竟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因为爱才结婚的 只是单纯因为他肚子里那个虚无缥缈的孩子 他不希望父母知道两人的关系冷淡 思考之际 傅景深却突然靠近 随着咔哒一声又再次回到座位 顾念吓了一跳 原来他是帮自己解安全带 还以为这大白天的他想要干些什么 傅景深看出他的心不在焉 不知怎跌 他的手静不自觉地搂住了顾念 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过如此亲密了 顾念的父母见两人一下车 便热情地迎了上去 张玲已经很久没见过女儿了 招呼他们赶紧进屋里去坐坐 妈妈给你做了很多你们爱吃的菜呢 你看你都瘦了 得多补补才能生个大胖小子 吃饭期间 母亲还不停地给两人夹菜 并吩咐女儿一定要好好跟丈夫过日子 可这一句句的提醒 又让顾念内心的担忧不断加深 毕竟现在的傅景深 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 他的实力是可以震慑整个K市的帝王了 顾念不想让母亲担心 于是主动挽起傅景深的手臂 妈妈我们好着呢 景深对我很好 就连今天穿的裙子 都是他帮我选的 看着女儿甜蜜幸福的模样 母亲的脸上也展开了久违的笑容 天空轰隆隆打着雷 等到两人吃完饭 外面的天气已经十分恶劣了 母亲怕暴雨会影响开车 于是让女儿女婿在家留宿一晚 顾念怕傅景深觉得不方便 本想开口拒绝 没曾想傅景深竟先一步答应了下来 于是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再次亲密地挽着丈夫的手 妈妈我们先上楼了 然而就在转身的瞬间 两人都同时阴沉了脸 他们是深陷爱情漩涡的伴侣 可女孩却要靠安眠药才能靠近丈夫 尽管亲吻足够深情 却也不能使她有丝毫的动情 只因女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触碰别人的身体就会产生心理恐惧 今晚这是她第二次主动朝着丈夫靠近 想要再次靠吃安眠药克服心理障碍 促进两人的感情升温 可顾念还是太高估了自己的身体 尽管傅景深如何身稳着自己 当年被人强行触碰的恶心感依旧存在 傅景深在过程中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这么久都没有动情 她甚至怀疑顾念是反应慢 还是心中没她才会这样 她本想停止对顾念的继续占有 然而女孩一个接着一个的吻扑面而来 她还是忍不住想要与她亲近的心 可看她瑟瑟发抖又很难受的样子 傅景深还是果断起身 她轻抚着顾念的脸 你脸色很苍白 今天就别逞强了 好好休息了再说 接着她放开了爱人转身去了浴室 顾念的脸瞬间羞愧的通红 对不起傅先生 每次都是她先聊播 可每次聊起了男人自己又不行 然而傅景深并没有过多在意 我再去洗个澡 你先睡吧 今天是两人第一次以夫妻名义回娘家 可这一切好像又被顾念搞砸了 她将自己蜷缩成一团 难道真要买另外的药才能克服吗 傅景深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顾念已经睡着了 听到她放在桌面上的手机不停地震动 男人好奇地点了点屏幕 然而上面显示的时间却是西雅图的 这让傅景深再次陷入深思 难道顾念的心里还是记挂着西雅图和那边的人吗 她轻抚着女人的发丝低声询问 难道这是你抗拒我的理由吗 手指出摸着她的脸庞 顾念在睡梦中却突然握住男人的手 嘴里轻声呼唤着 景深歌 听到她的喃喃自语 男人眸子不禁深邃了几分 缓和了片刻 傅景深帮顾念带好被子后也搂着她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顾念手里处理故事集团的业务 脑子却仍旧想着昨晚的事 这两次吃了安眠药都不太管用 难道真要去黑市买那种药才行吗 然而此时助理捧着一打文件走了进来 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 小姐 傅氏给我们公司投资的资金已经到位了 可长期以往我们欠他们的债务就越来越多了 顾念仔细翻看着账本 平和地说了一句 我明白的 上次从景师那边拿到的金油原料已经投入生产了吗 助理向她汇报着工作 金油虽然已经量产中 可之前与故事有往来的销售商全都不跟他们合作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顾念的头又开始疼了 我知道了 后面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由于身体实在不太舒服 她只上了半天就回家休息了 然而刚到家用人便告知她有贵客到访 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傅景深的父母 傅妈妈的眼神如三年前般的厌恶 让姑娘忍不住再次想起了当年的事 她的身体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心想自己已经成了傅景深的妻子 那面对她的父母是迟早的事 她深呼吸稳定情绪 努力地扯出一个笑脸后 朝长便能问候着 袁 袁阿姨您好 他们是不被父母祝福的恩爱情侣 当年姻女还差点丢掉 清白为代价强行分了手 而如今断了的缘分又重新许少 面对男方父母的再次出现 女孩的结局又该何去何从呢 顾念用三年的时间在海外治疗心理疾病 然而当她再次见到袁阿姨的那一刻 身体还是控制不住地颤抖 她不停地安慰着自己要勇敢 深呼吸调整着状态 傅叔叔 袁阿姨 你们好 最近过得还好吗 面对顾念的关怀提问 两人一点都不感兴趣 板着个脸像欠了他们一个亿一样 正当客厅的气氛冷成冰窖之时 庸人阿姨一声少爷回来了 打破了三人间的沉默 顾念有些好奇地往后看了傅景深一眼 这个时间点她不应该在公司开会吗 怎么就突然回来了 庸人阿姨上前给顾念送水的时候 低声嘀咕着 少爷的效率可真高啊 半小时的路程硬缩到二十分钟赶回来 此话一出 顾念便知道那是庸人帮她打电话求救的 她轻声朝着庸人到了巨蟹 傅景深坐到了顾念的身旁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袁山看到儿子回来才露出一点笑容 你不回家 那当妈的还不能过来找儿子吗 随后她又偏向了一旁的顾念 顾小姐真是好久不见了 对了 这三年你和季阳过得怎么样啊 你俩当初一起去西雅图流血 季阳为了你甚至都把业务迁移到了海外呢 袁山是故意提起季阳的 因为那是提醒儿子当年分手之痛的唯一例解 顾念紧张得不停抠手 无奈地解释到自己不太清楚季家的一些商业操作 随后袁山又扯到了故事资金危机上 眼神立马露出了恶意 你这人真有意思 当年毫不留情地走嘛 现在自家公司出事了就来找我儿子 他的语气已经接近质问和谩骂了 把顾念说得一无是处 顾念担心地看着傅景深 因为他父母不停地提起季阳 他害怕傅景深会对他再次产生误会 傅阳终于忍不住开了口质问 景深 你发誓说一定不会再原谅这个女人的 他今天怎么会在这儿 傅景深紧皱眉头冷冷说了一句 快叫爸妈 傅景深扶着顾念起身 低头再次说道 还愣着干嘛 还不改口叫爸妈吗 顾念听他这语气 立马知道了傅景深并没有将他俩结婚的事告诉父母 他起身后整理了一下衣服 恭敬地朝着他们喊了一声爸妈 我和景深已经注册登记结婚了 傅阳听后气地从沙发上蹦起来 你是吃了豹子胆吗 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回家跟爸妈商量 袁山更是怒骂顾念是一个心机表 儿子啊 他们家落难了才回来找你 这是贪图你的钱啊 这你也看不出来吗 袁山的话骂得虽然难听 但这确实是事实 顾念心虚地握紧了双手 可这一切都被傅景深看在眼里 他抓起女孩的手表明立场 顾念一直是我想要娶的女人 无论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离婚的 傅阳知道儿子每次碰到傅念就会脑子发热 他明白现在不是谈话的时机 于是带着老婆头也不回地走了 袁山心里还是气不过 走了两步又回来警告傅景深 你再不听妈的话 迟早会被这个狐狸精给害死的 两位长辈走了之后 顾念脑子里的那根紧绷的弦才松了下来 我还以为你会说孩子的事 然而傅景深却不负刚才的深情眼神 那只是暂时的借口 我是不会容许任何人威胁到我的 这句话被顾念听进了心里 也是啊 这到底是被下了药材来的孩子 说出去也只会践踏他以往的骄傲 刚才的话只是搪塞他父母的说辞罢了 原来是我自己想多了 因为南方母亲的恶毒算计 让恩爱的情侣带着恨分手了三年 男孩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孩 被情敌带着远走海外 如今因为一个意外到来的孩子 让两人缔结良缘再次聚到了一起 女孩以为他坚持不屑对男人好 终究会化解曾经的误解所带来的憎恨 谁知情敌的一通电话告知归国 让他一切的努力化为虚有 下午刚把傅景深的父母打发走 两人便一个独自回房 一个则留在客厅看报纸 顾念非常清楚从嫁给傅景深那一刻起 两家人便注定会家无宁日 然而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落了什么在客厅 前两次为了要跟傅景深制造一个真的孩子 吃了好几次的安眠药效果都不佳 每次勤到深处却总进入不了状态 于是下午他拜托助理给他买了能促进感情的药 现如今还放在楼下的沙发上 顾念害怕傅景深发现他偷偷买这种药 没有穿鞋就急忙从床上跑下来 那个我是过来拿一下东西的 傅景深没有留意袋子里的东西 反而目光停留在顾念的脚上 以后再怎么着急也不要光着脚下来 顾念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 顿时吓得他冒出一身冷汗 他把药放在了衣柜里面 下午才刚因为傅景深爸妈的事有个隔阂 现如今也不知道是吃还是不吃好 突然房门被人打开 一听到动静的顾念果断将药放进衣柜立马关上了柜门 他有些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看见男人神色暧昧 怕是傅景深想要跟他做那种事了 男人将自己紧紧搂住 他的拥抱是让人窒息喘不过气的 顾念轻轻推开男人的肩膀 谁知下一秒反而被傅景深一把抱起 顾念内心十分忐忑 他还没来得及吃药 待会儿万一身体发生了抗拒该怎么办 他借口说自己还没洗澡 可傅景深已经着急的直接将他按在床上 那就等下一起去洗 可我还没穿上睡衣 但男人似乎已经不管不顾起来 将头身埋进顾念的脖梗 此时此刻他只想再次占有心爱的女孩 顾念没有了药物的帮助 心底里曾经痛苦的回忆席卷全身 尽管面对心爱之人的靠近 他还是觉得全身跟被火烧了一样痛苦 此时他多么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一下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是季阳打来的 男人看到手机来电姓名的那一刻 瞬间阴沉了脸 顾念穿好已经脱了一半的衣服 爬到床边接听电话 喂 季阳哥 有什么事吗 念念我准备回国了 这个消息是傅景深并不期待的 顾念挂断电话后 男人一把将行李箱甩飞到了地上 强烈的撞击声吓到了女孩 顾念 你可真行啊 都嫁人了还跟之前的旧情人有联系 你之前对我欲据还迎 难道是还想替他守身如玉吗 因为一个情敌回国的消息 他再次将回到身边的爱人推出心底 立想到最好的兄弟 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远走海外 男人再也忍不住这顶带了三年的绿帽 然而当他曾以为是女孩先变的心 导致两人感情破裂 殊不知一切的悲剧 都是自己的母亲所造成的 今天晚上他本想跟女孩有一次甜蜜的亲戚 却被一通不合时宜的电话打断了节奏 得知曾经的高中好友要归国的消息后 傅景深内心已经忍不住朝着顾念爆发 你这几天对我欲据还迎的 难道心里还放着这个男人吗 顾念知道寄阳回国只是担心自己的病情 可这些傅景深是不知道的 他刚想将原委如实告知 却被男人一把推开 你还是算了吧 我对你也只是玩玩而已 可是昨天晚上我们的氛围不是很好吗 然而话还没说完 男人却用一句话将顾念的所有希望全部堵死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而你只是我解决欲望的工具吧 更何况 前几天是你自己贴上来的 我对你没反应 不就显得我很不解风情吗 这一连串的话语攻击的顾念变体鳞伤 傅景深走后他跌坐在床上 他本以为这些日子的相处能让两人的关系有所好转 明明前两次他的靠近 傅景深都是不抗拒的 但实在没想到是他刚才说的那个原因 豪华别墅外 男人坐在车内回想起高中所发生过的事 他和季阳曾经是铁道能穿一条内裤的好哥们 却因为同一时间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翻了脸 当初季阳喜欢顾念的时候 还是他先发现的 每次只要他们打篮球 顾念总会坐在一旁观看两人比赛 可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给季阳 唯独顾念 三年前要不是顾念远走西雅图 并且还是和自己的好兄弟 他根本不会痛苦了这么久也没办法走出 早上顾念收拾好自己下楼吃早饭 他跟春嫂吩咐自己今天会到傅家老宅 昨天傅景深的父母对他俩的婚姻反对的这么激烈 这会傅家应该也是被弄得很焦急了吧 不管傅景深和自己关系如何 他肯定要去跟傅爸爸解释清楚的 下午 傅家老宅内传来傅妈妈的咒骂声 景深就是被那个贱女人给迷惑了 爸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傅家的财产可能都会被那个狐狸精给抢走的 他们直接当着顾念的面说的这些话 丝毫没有顾虑他听了是否心里不舒服 顾念自知是自己理亏在先 于是谦卑的跟长辈们打着招呼 傅爷爷正在下棋 抬头瞄了顾念一眼 顾丫头好手段啊 景深终究还是没能逃出你的手掌心 顾念怎么会听不出来傅爷爷话中有话 深知傅老爷子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欺骗和利用 他默默低着头换了句说辞 是我没有逃出景深的手掌心罢了 傅妈妈尖酸刻薄的朝着顾念发难 你家里一出事就回来找景深 到底什么目的我们早看清楚了 顾念着急表明自己的心意 我承认的确是因为顾家出事才找的景深 但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没有变过 当初找他帮忙是迫不得已 但嫁给他的确是心甘情愿的 顾念一口气将自己内心锁想全盘拖出 他希望傅老爷子不要误会自己对傅景深的感情 然而他竟不知 男人早就站在了他的身后 他们是抵死缠绵的恩爱恋人 却因男方母亲的恶毒算计 差点让女孩在婚前丢掉了清白 事后女孩隐瞒真相被迫分手 连走海外三年只为了治疗落下的心理疾病 如今又因男人设局逼迫 不得已再次回国并成为了他的妻子 可男方家庭并不知道两人的操作 一个近的咒骂女孩是有心计有诚服的白莲花 不仅对他没有给过好脸色 更是在外造谣他的清白 顾念本打算与傅景深结婚了 自己也应该去拜访他的家人 可就连从小看好两人的傅老爷子 也对他冷眼相看 傅景深得知此事后 紧急从公司赶回了老宅旧场 他搂住顾念亲身问道 怎么没有陪爷爷下一盘棋 这才半推半就被傅景深按到座位上打破将军 顾念的棋艺是傅景深教的 不见了三年 他的技术倒是没有倒退 竟然还赢了傅老爷子 傅爷爷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傅景深了 下完气后 他把孙子叫到花园打算单独聊天 傅景深下意识贴近顾念在他耳旁 轻声让他等待自己 然而近距离的靠近再次让女孩内心惶恐 是的 他又想起当年的事了 两人走后 母亲终于放下了伪装的嘴脸 顾念 我们也应该好好聊聊了吧 客厅的气氛诡异非常 傅妈妈率先开口质问道 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脸回来找景深 顾念再也不是当年的小女孩了 他昂首挺胸回答道 我不仅回来了 而且还嫁给了景深 傅妈妈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以为她是仗着领了证 就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我们傅家是不允许这样不干净的女人进门的 她将手上的杯子怒砸到桌上 提及此事顾念不禁再次打了一个寒战 要是傅家知道你当年找人这么对我 是不会原谅你的 然而傅妈妈却有恃无恐地嘲笑着 景深是我轻生的 况且我毕竟已经嫁到傅家这么多年 你觉得是你的话比较可信 还是我的话比较可信呢 顾念死死攥紧裙子 三年前傅妈妈就是这样一副人前人后的嘴脸 如今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了 阿姨 既然我嫁给了景深 我就没想过会跟她离婚 如果你硬是把我逼上绝路 我也不介意把事情捅破跟你与死网破 傅妈妈怒火中烧 直接扬起手臂打算扇顾念一耳光 可听到身后景深和傅老爷子谈话的声音 她立马收回了手 转身又变成那位贤良舒德的豪门媳妇模样 顾念看到景深回来心里也有了顾虑 不知道他们刚才是不是在聊自己结婚的事 看着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 爷爷终究还是无奈叹了一口气 他这个孙子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姑丫头的手掌心啊 男人装成猎物被女人迷晕 一夜荒唐让两人意外有了孩子 更是假装迫不得已与女孩领了证 本以为他对这种婚姻是不情不愿 没想到却放下尊严甘愿当老婆的舔狗 不仅每天晚上跟女孩贴贴入睡 更是在婆家人欺负她的时候挺身而出 就算小绿茶手段在高超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遵守夫的一切以老婆的命令是从 今天是顾念结婚后第一次单独来婆家拜访 不料遭到了婆婆的挑剔为难 婆婆更是在丈夫好不容易回家后 竟把绿茶姐叫到了家里 阴阳怪气称赞绿茶姐之心懂事 不想某些人只会图她家的钱 她把害羞的绿茶姐推到儿子面前 企图让第三者破坏儿子儿媳的婚姻 顾念一看来人就清楚了婆婆的手段 傅景深前脚刚到 绿茶姐就来附家拜访 而且婆婆还把人留下来吃晚饭 这不是想抢她的位置是什么 不过两人假装嘘寒问暖了一番 便没有过多焦急 晚饭时 顾念和傅老爷爷聊起了小时候来家里吃饭的事 他和傅景深也算是青梅竹马 爷爷在下午聊天时得知顾念和傅景深结婚 全是自己孙子的主意时 便对顾念的态度有所缓解 两人有说有笑的场面令绿茶姐极度非常 他本想着今天能和傅景深能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 轰隆隆 天空下起了大雨 婆婆提议让儿子送绿茶姐回家 逮到机会就想分开顾念和儿子 看见两人这样自己也得好好表现 他大度的让傅景深送绿茶姐回家 随后用手轻柔着小傅说道 我肚子有点疼 不过我可以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这点小伎俩傅景深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心爱的女人为自己争风吃醋 他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于是一副气管炎的样子对着顾念体贴关怀 差点没把绿茶姐和婆婆恶心死 傅景深扶起老婆就往门外走 一点都不顾及自己妈的脸色已经黑得难看 顾念并没有接触过绿茶姐 如果趁这次能跟她聊一下 那以后也知道如何应对了 于是她提议还是把绿茶姐送回家 反正去她家也是顺路 傅景深在取车的途中 两人站在门外等候 绿茶姐主动透露自己以前跟傅景深是同一个班的 更是违心地说了几句祝福他们的话 顾念随便应成了两句 绿茶姐见她不怎么说话直接不装了 不过我看伯父伯母似乎不太喜欢你 毕竟你三年前让傅家颜面尽失呢 她的语气接近于嘲讽 这让顾念瞬间明白了她这种绿茶的作风 简直就是在你面前一口亲热姐妹的叫着 然后马上能换一副嘴脸的新金女 顾念很讨厌她的触碰 对着她也只能面前扯出了一个微笑 很快傅景深就把人送回了家 走时还不忘朝着傅景深道谢 然而车窗外的顾念却留意到了她的另一个嘴脸 这幅极度全表现在脸上的表情让人毛骨悚然 女人假装怀孕欺骗男人娶她 只为了让男人出资拯救爸爸的公司 一个月以来她想尽办法再次接近 然而每次靠近她总战胜不了内心的阴影 对两人的进展始终没有任何突破 然而一个月后姨妈准时到访 让她的怀孕谎言不攻自破 她本以为自己会被扫地出门 没曾想她每走一步都静在男人的掌握 顾念和傅景深刚从傅家老宅回来 可爱的狗狗手当其冲扑到了女孩的怀里 一狗一人的温馨瞬间却让后面的男人莫名吃醋 因为春嫂休假回家 家里没人给狗狗做饭 顾念要是再玩回家一秒 哈士奇估计就要变成死狗了 顾念一下车将傅景深抛到九霄云外 带着狗狗进去准备吃的 留下男人暗自身伤 他都还没给我做过饭吃呢 半小时后 顾念在厨房给狗狗做好了牛肉炒饭 刚呈出来就被傅景深打断 你做了什么给他吃 然而还没等女孩说话 傅景深就直接让他上楼 自己会做东西给他吃的 顾念心里有些落寞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放下牛肉炒饭就回房间去了 傅景深在冰箱里拿了一块顶级牛排放进锅里 而自己则趁顾念上楼把剩饭装到了一个盒子里 哈士奇默默看着主人的骚操作却不敢叫委屈 顾念在房间里洗完澡出来 想着不知道狗狗吃东西了没 于是再次下楼查看情况 到楼下看到了狗狗在吃牛排而不是炒饭 于是便询问傅景深犯在哪里 男人一边清洗着盘子一边回答 自己已经将东西倒掉了 顾念本想再说些什么 然而肚子突然传来隐隐的疼痛 他瞬间想到了什么 急急忙忙跑到卫生间处理 结婚已经一个月了 大姨妈今天还是到访了 可自己还没拿下傅景深 怎么办 要是被他发现 那我俩的关系就完完了 顾念忍着疼痛躺在床上 刚洗完澡的傅景深擦着头发注意到了女孩的状态 知道内情的他并没有声张 他轻轻地坐在了顾念旁边 心疼地忍不住向他伸出手 你怎么样 可顾念以为傅景深今晚想对他做些什么 男人刚开口他就猛地躲进被子里 还直接拒绝他的邀请 我的身体很不舒服 今晚就先睡了 罢了 他应该不会想要我的关系 男人有些落寞地撇过头去 两人相悲而睡谁也不理谁 顾念忍着疼痛一动不动 睡着了就应该不痛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 傅景深还是忍不住查看顾念的情况 看他冷汗直冒 会也这么帮他舒缓疼痛呢 不过没关系 我费这么大的劲 设局把他逼回来 他还是回到我的身边了 帅气霸总第一次到茶水间热饭 竟然是昨晚跟二哈抢的狗饭 而这还是偷偷瞒着媳妇拿的 可不明所以的下属 却纷纷表示磕到了糖 因为这是高冷的冰山霸总 首次这么平易近人 天呀 这饭也太幸福了吧 什么饭能让副总亲自来热 总裁办公室内 傅景深小心翼翼打开饭盒 这是昨晚好不容易 在二哈手里抢回来的 媳妇第一次亲手做的东西 怎么能便宜狗呢 此时门外有人敲门 新金女拿着精致的盒子走了进来 刚才看到傅景深拿着饭盒 她便心生一计 抓住男人的心 就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看着傅景深桌面上那狗啃式的炒饭 她内心狂喜 带饭这盘棋算是下对了 新金女美其名曰说 这是为了感谢那天 她送自己回家的谢礼 傅景深没有拒绝 而是让她放在一旁 新金女以为自己努力表现 让她把饭盒里的东西 倒了在清洗之后还给她 慕凡对于傅景深的吩咐 都是言听计从 她没有询问理由 便拿着东西出去 傅景深查看今日故事的新闻 上面大量报道 故事的产品出现了致命的问题 她不免有些担心顾念那边的情况 而正如她所想 顾念尽力找遍了 所有能提供材料的供应商 却都没有一家能媲美景氏的 上次景瑞答应她 如果自己出席晚宴 她便会答应和顾家的合作 没想到景瑞竟然摆了自己一道 现如今香水的单子已经牵出去了 万一故事不能如约交火 那将会面临大量的违约金 顾念也顾不得面子问题 单枪匹马来到景氏集团 然而刚到大门就接到了对方的电话 原来景瑞猜到顾念会来找她 于是提前在前方一百米处 等着鱼儿上钩 顾念上车后开门见山 景少爷到底要什么条件呢 只要我能做到我都会答应 景瑞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模样 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呀 上次他在顾念面前表示自己想取他的事后 两人便没了联系 顾念直接戳破他的假面具 你都给我设局了 我怎么不来呢 景瑞见他着急的模样也不装了 再次提起想要取他的事 甚至步步逼近要求顾念答应 我想要的 一直都是你而已 可顾念心里只有公司和傅景深 他再也没时间可以浪费了 于是直接坦白自己已经结婚的消息 然而景瑞却一点都不相信 我既然敢说就不怕你查 本来这属于我自己个人的事 上次已经明确的拒绝过景少爷了 可您现在设局都想逼我就烦 我只能坦白实情了 景瑞没想到自己下手静慢了一步 我希望景少爷能好好想清楚 您和我之间谈论的 只能是金钱上的交易 恶毒婆婆亲自给儿子物色情妇 每天跑到儿子家来制造矛盾 不仅当着儿媳妇的面夸奖情妇大放得体 还鼓励对方住进家来 只为了方便情妇快速分离人家的夫妻感情 这无脑的骚操作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要不是因为今天心机女主动打电话给女主说要帮忙 顾念是万万不会让她进自己家门的 由于景氏集团无故毁约 让顾氏的生意再次陷入危机 新金女得知此事后主动联系顾念 称自己家里有关系 可以帮她解决香料供应的问题 助理让她小心心机女背后的目的 没关系 她的目标眼睛没瞎的人都知道是傅景深 而景深已经跟我结了婚 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何况白给的帮忙又为何不要了 两人约在公寓楼见面 然而一进家门 顾念又看到了那位令人恶心的恶毒婆婆 由于顾氏生意危机在今早的新闻中已经大肆报道 恶毒婆婆一早上就到顾念面前冷嘲热服 她已经不满意这个儿媳妇很久 此时 傅景深和新金女前后脚回到了公寓 婆婆一见到新金女就心花怒放 赶忙上前一个劲的欢迎关心 得知新金女是来帮顾氏解决问题的事后 对她的大方更加赞扬 你啊 就是太善良了 又漂亮又能干的 不像某些人只会给我儿子带来麻烦 说这些话的时候 还不忘给顾念翻白眼白脸色 这纸桑骂怀的幼儿园毕业的都能听得出来 顾念看着新金女在老公面前这样献殷勤 她内心实在说不上舒服 傅景深看到顾念的脸色也猜到了她的心思 原本跟二哈玩耍中的她给了狗狗一个暗示 随即二哈像是心灵感应式的直接猛扑向新金女 顾景咬烂了她价值十几万的奢侈品包包 更是把人扑到再地一顿轻轻 二哈的动静十分突然 吓得顾念连连退后了几步 傅景深用手托着她的腰顺势将人进怀里 二哈大战新金女的场面一度失控 这也让顾念的心情好了不少 新金女被狗狗吓得差点尿得满地都是 连奢侈品包包都没拿就赶紧跑路了 恶毒婆婆见人走了心情不爽 又将事情埋怨到顾念身上 觉得她一出现就没一件好事 傅景深不知道新金女过来帮顾念的事 称顾氏的事情只要顾念开口 自己肯定会处理的 她的霸气护气让顾念有些意外 如果是三年前的关系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依赖傅景深 可现如今两人的关系虽然和好了 但曾经破裂的痕迹是怎么修复都修复不好了 她再去开口让她帮忙 就连她自己都觉得有些狡气 晚上顾念和二哈独自坐在沙发上 心里一直想着如何解决香料供应商的事 可自己的大姨妈还没走 没机会靠近傅景深又如何开口提帮忙呢 想着想着累到在沙发上睡着了觉 傅景深从浴室中出来后一眼就看到了顾念 只有在女孩安静睡觉的时候 她才能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爱意表达出来 傅景深将顾念小心翼翼抱回房间 算着时间她知道顾念的大姨妈还没走 什么怀孕有了宝宝 她早就知道顾念是骗她的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不是假装相信 她又如何将心爱的女人绑在身边 男人豪指十几亿只为了陷害媳妇的公司 假装昏迷落入女孩情网 当所有人都误以为她被算计 不得已为了意外的孩子才被绑定婚姻时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男人蓄意的安排 为了让顾念回到她身边并开口求自己帮助顾氏 傅景深不惜在下血本都要断掉媳妇公司的供应链 让无计可施的顾念只得放下面子开口求她 可刚做好的心理准备却被一通电话打断了 傅景深看到了来电人的性命 不用想都知道是那位回国的情敌打来的电话 顾念迅速接起姬阳的电话 前几天不是还说下周才回来吗 怎么今天提前回国了 电话里传来姬阳关心顾氏供应的问题 说想提前回来替顾念解决问题 声音传到了傅景深的耳朵里 砰的一声砸到了桌子上 顾念知道傅景深真是又生气了 眼看着她离开 自己的正式还没开口呢 沉默了片刻后 她还是决定先到机场接姬阳的机 等晚上再跟傅景深解释这件事好了 机场后机厅外 姬阳一如既往地关心顾念最近的情况 尽管女孩称自己过得还不错 她也依旧能看得出她是否真的开心 女孩提出为了给她接风 特意准备了姬阳爱吃的麻辣汤 然而顾念并不知道的是 这位守护了她三年的暗恋者 喜欢吃火锅的原因也都是因为她 高级餐厅内 季阳先跟顾念提起了 顾氏集团资金的问题 不用担心 资金链的问题 已经在富士注资的时候就解决了 提到这里 顾念觉得自己不应该将自己 和傅景深结婚的事情瞒着季阳 于是借此契机与男人坦白 是我跟他说我怀孕了 然而既然对此却丝毫没有意外 反而对顾念的身体产生了担忧 季阳哥 顾氏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我怕你为我的公司出头 始终会引起傅景深的反感 季阳看着顾念哀求般的神情 只能先应了她的要求 这三年只有她知道 顾念在西雅图过的是什么生活 她还是开口问了那个极其私密的话题 你跟傅景深结婚后 身体还会产生抗拒吗 顾念假装镇定 我都治疗了这么久 已经没事了 然而对于季阳突然的靠近 姑娘却依旧恐慌不已 就连碗筷都吓得摔到了桌上 这种程度的靠近她也还是抗拒 跟傅景深的接触 她应该还会难受吧 此时助理突然打来了电话 怕是顾氏集团又生了别的问题 于是季阳也没留顾念 直接让她赶紧去处理了 看着女孩急匆匆离开的背影 季阳不由地心疼了起来 当年要不是傅景深的母亲 找人对顾念做出那种事 她现在根本就不会对异性产生心理阴影 那段时间顾念如同死人般活了三年 虽然她不肯开口 但医生还是通过伤口检查出 她曾经被侵犯过的痕迹 念念 三年前的事你真的已经能勇敢面对了吗 商业巨饿在家里居然是一个七百年 结婚数月却从没得到妻子的一次青睐 就连三餐都只能跟家里的二哈抢饭吃 而这一切都是她心甘情愿换来的结果 只因三年前男人就决定一辈子只要一个她 于是设置陷阱引诱女孩与她结婚 这狂撒了十几个亿的鱼儿终于上钩了 因为女主顾念刚与有人寄扬接风吃饭 就又接到了公司被卡香料供应的问题 无奈的她只能求助丈夫傅景深的帮助 而这本来就是男人设置的陷阱 只为了女主能亲自开口求她帮忙 既然心爱的女人主动求和 她自然不会不帮忙 可机会难得 傅景深直言自己这次帮了顾念 她要对方同样给出一个承诺 只是现在她没想好 顾念早就为故事的问题头疼到不行 想着毕竟傅景深也不会让她做能力之外的事 第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顾念就收到了香料被解决的消息 真是求爷爷告奶奶都没用 人家商业巨额一句话的事就帮自己解决了麻烦 然而一波钢瓶另一波又起 听说香水部因为这件事竟然闹着要罢工了 顾念早知道部门有内鬼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也是时候去整顿顾氏内部人员了 香水部门外 众人纷纷讨论着审批被卡一事 部分人竟然带节奏 说员工没必要跟着顾氏一起死 此时顾念带着助理霸气登场 一上来还没开口 香水部门的张主管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称自己如何如何艰难 要不是现在公司出了问题 外面的企业开高薪聘请我都不去的 顾念听出了他的言下之意 不就是有人挖墙脚了 这才在顾氏上演一出大戏吗 那就助张主管前程刺警了 随后拿出一打资料扔到了对方脸上 这三年在你的管理下 顾氏的盈利数据急剧下滑 你还有脸在这里闹事 我想张主管应该不用我亲自开除了吧 张主管件事情败落 他直接撕破脸 称是顾氏被卡原谅才没法做生意 然而他并不知道 顾念早就已经解决了此事 只是审批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在官网公道罢 一听说事情有了转机 其他员工又再次对顾氏产生了希望 毕竟坐了这么久的岗位 不是必要也不会轻易离开的 虽然顾念当众揭穿了张主管的真面目 但私底下还是让助理查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片刻后 助理就查到了张主管这段时间对安氏走得很近 这个女人之前还在婆婆和老公面前 口口声声说要帮助顾氏 私底下却挖他的墙角 真是好心机啊 爸总为了能将女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暗地里将对方的公司逼到绝境 危急时刻在出手帮助解决问题 眼看着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昔日的情敌却再次出现 顾念一下班便急忙地赶到傅家老宅 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傅老爷子的面前 微笑着和在场的所有人打过招呼后 在角落的沙发上规矩地坐了下来 不知情的傅妈不怀好意地看向顾念 听说你家公司出事 我原本还想和安轩一起帮帮忙 可没想到你被大人物盯上 顾念整理一番情绪过后面带微笑 没有的事儿妈 故事集团的情况已经完美解决了 失望的傅妈难掩内心的愤怒 是不是景深帮的你 顾念俏皮地点了点头 这时庸人的一句少爷回来了打断两人的谈话 顾念扭过头看向门口 发现一起进来的还有新精女安轩 傅妈热情地迎上前拉住安轩的手 好像是故意做样子给顾念看的 再看顾念则旁若无人地走到傅景深面前 我来帮你吧 安轩见两人如此亲密气地紧咬牙关 傅妈在旁边阴阳怪气地升高掉门 顾念那轩轩为了你们故事可是尽了很大的力气 你可得好好感谢原家 顾念的嘴角忍不住地轻喝一声 我知道安氏集团想挖故事的张主管 我已经让他请辞了 这就到我报答安伯父的吧 安轩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败了 嘴上还在试图狡辩 声称安氏集团从来不碰香水业务 一旁的傅妈也冲着顾念大声嚷嚷 指责他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在顾念不知道如何是好事 傅景深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扬言自己有点饿了还是先吃饭吧 从而及时地帮顾念解了威 然而恶毒的傅妈早就有了别的计划 他瞒着所有人偷偷地给姬阳发去了邀请 顾念得知后心中不免一颤 傅景深则表现得很是淡定 手掌用力地捏了捏顾念的肩膀 以此想要缓解一下他的情绪 多年未见的好哥们再次见面 傅景深的脸上没有一丝喜悦 眼神中透露着满满的敌意 人同一时间伸出了筷子 季阳懂事地将手收了回来 傅景深板着脸将最肥的一块排骨 放到顾念的碗中 傅妈趁机继续添油加醋 念念季阳可是在国外照顾了你整整三年了 你可得给人家加菜呢 季阳听后匆忙撂下筷子 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 随即偏向正虎式单单看着自己的傅景深 我待会儿想跟你聊聊 深情霸总苦苦等待了你还三年 不惜一切代价设计将对方往回身边 却又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 季阳主动提出要和傅景深单独聊聊 傅景深板着脸起身就往书房走 顾念看着两人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季阳哥答应我不会提起当年的事 可这样一来他俩的误会永远也解不开 愣神时心惊女安轩一脸见笑地凑过来 念念我陪你去后院看句话吧 顾念倒是想要看看他打什么鬼主意 此时偌大的书房里 多年未见的兄弟俩表现得都很拘束 季阳满眼真诚地看向傅景深 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结婚 只见傅景深的眼神一震 一把抓住了季阳的衣领 将他直接摁在了墙上 这些年你是怎么照顾顾念的 他不仅受了还变得不敢接近人 季阳看着一向冷静到害人的傅景深 为了顾念居然变得这么暴躁 而是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傅景深表现得很是不耐烦 你到底要和我聊什么 季阳整了整凌乱的衬衫 故事香水原材料的事是你施压的吧 却又无形中帮助顾念解决其他的问题 季阳在傅景深的眼神中已经得到了答案 三年前失去顾念后他变得更天职了 傅景深皱着眉头语气阴了 你当年为什么跟他一起走 再看季阳的目光躲闪着 抱歉无可奉告 傅景深站在原地愣了几秒钟后 愤愤的摔门而出 另一边的花园里 心机女安轩挽着顾念的胳膊 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白莲花模样 也在试图想要知道 当年顾念为什么要和季阳离开 顾念知道安轩是想要在这混乱的时候趁虚而入 那就索性给他来个直截了当的吧 于是一把拽回自己的胳膊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身边的人是谨慎 安轩不怀好意地捂着嘴笑了起来 傅先生那么傲娇的一个人 居然为了你不计前嫌 顾念不懈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将手放在肚子上 那是因为我怀孕了 心机女安轩听后明显的一惊 顾念的嘴角忍不住地微微上扬 看了眼脚下的台阶后故意升高掉门 这要是不小心摔下去 孩子肯定保不住 再看心机女安轩恶狠狠地看向顾念 双手慢慢地向她靠了过去 谁能想到外表冷酷不容接近的霸子 竟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护气狂魔 心机女安轩双手搭在顾念的肩膀上 那边的菊花好漂亮啊 随即便示意庸人将花盆端过来 就在对方马上要到身边时 安轩偷偷地伸出脚屎半 庸人一个重心不稳朝着顾念扑了过去 顾念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傅景深看见 他匆匆地跑到顾念的面前 不停地询问伤到哪里了 顾念心虚地将头扭到一侧 我的肚子疼怕是孩子有危险 傅景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将顾念抱入怀中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临走时瞥了一眼身旁的安轩 那冰冷的眼神不禁让人汗毛直立 以后离顾念远一点 为了防止自己的计划被试破 顾念特意嘱咐傅附景深 要去找医院的林医生 然后再求林医生帮自己撒谎 声称这一次的摔跤导致了流产 傅景深听后眉头紧重 必须给顾念做个详细的检查 确保他没事才行 心惊女安轩见状使劲地 朝着自己扇了两个嘴巴 抢挤出几滴眼泪 刚刚念念还兴奋地和我说 正因为怀孕你们俩才走到一起 傅妈听后没好气地质问傅景深 我就说你怎么会轻易地娶她呢 安轩不忘在一旁继续扇风点火 傅景深的脸色异常难看 顾念是我的妻子 你没资格对她说三道四 安轩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扬言顾念受伤和自己无关 傅景深似乎心里什么都清楚 他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安轩 立刻给我滚 此时顾念正忧心忡忡地躺在病床上 不知道孩子没了之后傅景深会不会生气 这时房门被推开 只见傅景深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说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喜欢一个男孩子不就应该大胆地表达出来吗 面对傅景深的质问 顾念只好将事情的经过全讲了出来 说完后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傅景深的反应 见傅景深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等到第二天 顾念刚要准备出门透透气 便遇到了来探望的新精女安轩 看着对方那让人作偶的表演 顾念抬起手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 你为什么要推我 新精女安轩捂着发烫的脸颊 闭口咬丁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顾念从未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傅家别墅到处都是监控 况且我早就知道 你想做傅家的少夫人很久了 安轩见计划被拆穿 赶紧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握住顾念的手 念念你一定是误会了 话音还未落 顾念猛地伸出手用力地一推 新精女安轩静直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伴随着一声惨叫 顾念缓缓地走到安轩的面前 傅景深是我的男人你想都别想 而这一幕正好被刚进来的傅景深给撞了个正着 只见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满眼期待地来到了顾念的面前 你刚刚说我是你的男人 顾念明显地一经过后 立马又笑眯眯地解释道 傅先生可不就是傅太太的吗 傅景深听后脸上写满了失望 一会儿就要出院了 你先回病房等着吧 新精女安轩再次细经上身 还在试图洗白自己 刚才念念一定不是故意推我的 她应该就是太伤心了 傅景深的眼神突然变得异常犀利 顾念刚刚只不过是要点利息吧 但我会全部帮她讨回来的 安轩听后整个人吓得直接瘫在地上 她知道这一回自己彻底完了 从医院出来后 傅景深执意要和顾念一起回去 小声的试探 之前给故事集团施压的那个人 你有办法查到是谁吗 他们本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只因恶毒婆婆被地里使坏 女孩无奈扔下霸总缘走国外 如今命运再次让两人相遇 三年前那段不堪的过往 也即将被彻底揭开 顾念前脚刚送走傅景深 便给季阳哥打去电话要见一面 他很想要知道昨晚兄弟俩都聊了什么 季阳笑眯眯地表示 只是一些公司上的事情而已 顾念怎么可能会相信 季阳见状眼神中满满的全是心疼 三年前的事你还是不告诉傅景深吗 顾念伤心地低下了头 毕竟那件事的幕后指使者是他的母亲 季阳所幸也不再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提议要领顾念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顾念为了不让季阳哥再担心自己 于是在对方的陪同下一起去看了心理医生 季阳在得知检查结果很好后 这才放心地离开了 顾念刚要准备回家 被突然冲出来的景瑞给拦了下来 难道你的老公就是季阳吗 顾念可不想和这个家伙有过多的纠缠 咱们俩的是早就扯平了 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景瑞听后明显地很是不爽 上前一把抓住顾念的胳膊 说什么都要他和自己交往 顾念用力地挣脱开对方 大骂一声神经病后 转过身愤愤地向门外走去 再看景瑞站在原地一脸的见效 下一秒屁颠屁颠地追上顾念 就算你发火我也觉得你很可爱 突然顾念整个人愣在原地 顺着视线望过去 只见不远处傅景深正抱着一个孩子 身旁还站着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子 有说有笑的 这爸总也太没出息了吧 女孩只是随口叫他一句老公就乐开了话 顾念亲眼看见傅景深抱着孩子和别的女人有说有笑 他却只是站在远处默不作声 直到对方慢慢地消失在视线中 失落的顾念无精打采地回到别墅 刚一迈进门 发现安轩的父母早已经等候多时 上来便拉住顾念的手续寒问暖地套起镜 安爸面带微笑主动提出要拿出三千万投资故事集团 顾念的心里很清楚 他们这是在利用自己讨好傅景深 就在顾念不知道该怎么做时 傅景深恰巧回来了 他立马笑嘻嘻地跑到对方的面前 老公你回来了 傅景深被这反常的举动惊住了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顾念又故意升高掉门 刚刚安叔要给故事集团投资三千万 你快帮我参谋参谋 安爸听后将在原地冷汗直流 只见傅景深一把握住顾念的手 起码要一个亿才可以 顾念忍不住地捂着嘴偷笑起来 安小姐不过是一不小心推我下楼而已 这样会不会很多啊 安爸听后不停地擦拭着汗水 下一秒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表示自己这就回去拟定河头 说爸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顾念见门关上后连忙将手抽了回来 傅先生刚刚多谢你了 傅景深的眉头突然一皱 他没想到顾念刚才口口声声叫老公 现在人走了就立刻改称 傅景深闭着言语气也变得敷衍起来 你想多了 那一个亿你只要了三千万 剩下的七千万都是我的 顾念听后惊讶地大声喊起来 转瞬又赶紧摆手表示赞同 毕竟在傅景深面前还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傅晚顾念收拾完后来到二楼叫傅景深吃饭 刚一走到门口就听见傅景深在和人打电话 正在关心一个叫文文的孩子身体情况 顾念的眼神中划过一丝忧伤 脑海中不禁浮现起在医院看到的内容 面对女孩的主动示爱 深情霸总能放下芥蒂重新开始吗 顾念鼓足勇气敲响了傅景深的房门 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 傅景深瞥了一眼顾念后冷冷地吐出几个字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顾念一番犹豫过后缓缓开口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总要去面对 你和纪阳哥曾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希望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傅景深紧皱眉头眼神变得稀灵 所以你来是为了纪阳 顾念听后连忙大声解释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此话一出 傅景深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再看顾念紧紧地攥着衣角 当初我是利用孩子逼婚的 现在孩子已经没有了 我只想和你重新开始 看着顾念这真诚地表达 傅景深却只是坐在那里一言未发 顾念小心地打量着傅景深的表情 或许这太难为他了 想到这里便站起身向门外走去 突然傅景深一把拉住顾念的手 语气平和地说了一声好 顾念不可知心地看向傅景深 你这是答应我了吗 傅景深则点了点头 下一秒松开顾念的手 时间到了你该出去了 等到顾念走后 傅景深已在沙发上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要我不介意三年前的事情 真的太难了 可我又根本做不到拒绝他 第二天 顾念照常来到公司上班 正在和助理两人处理事务 傅妈骂骂咧地闯了进来 顾念你可真是够狠了 为了让萱萱离开景深 既然连自己的孩子都吓得去手 随即还命令顾念 立刻将安氏投资的 一个亿还回去 越说越生气的傅妈 抬起胳膊就要动手 顾念站起身 迅速地控制住她 你要是被气坏了 我可不伺候 就在傅妈刚要开口骂人时 锦锐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昨天在医院 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就走了 顾念听后尴尬地捂着脸 锦上你还是先出去 把我有事要处理 只见锦锐一个剑步 挡在顾念的面前 饶有兴趣地看着傅妈 三年前因为不想 有你这么的恶毒活 顾念才选择逃婚离开的 没想到这么久过去 你还是这副得险 叱咤风云的豪门霸总 只要一见到女孩 就立马变得腼腆 就连最简单的示爱 都显得如此尴尬 傅妈领着心惊女安轩 来找顾念心事问罪 关键时刻锦锐出现 帮助解决了麻烦 识别的傅妈 只能愤愤地转身离开 临走时还不忘 撂下狠话说这是没完 顾念无奈地揉了揉额头 锦绍我觉得 我们可以作为合作伙伴 但是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情绪激动的锦锐 很是不服气 你是我第一眼见了 就感兴趣的女人 顾念用力地挥开对方的手 你们锦家人要是知道 你对我死缠烂打 会是什么后果 纯心锦绍捂着胸口 保证绝不会给顾念带来负担 说罢便表示自己 这就回去和家里人商量 而此时回到家的傅妈 正在傅锦绍面前发牢骚 诋毁顾念大白天地 在办公室明目张胆地 和锦锐眉来眼去 傅锦绍听后眉头微微一皱 你去故事找她的麻烦了 傅妈听后明显地很是心虚 傅锦绍只是低着头 可是明明很好吃 傅锦绍却非要故作姿态地说不怎么样 顾念听后表示自己以后会多练习练习 一顿风卷残云过后 顾念准备收拾餐桌 刚一转身便被傅锦绍给叫住 如果顾家不出事 恐怕你根本不会回来吧 顾念瞬间呆愣在原地 沉默许久过后缓缓开口 这里对我来说只剩下不堪和绝望 傅锦绍突然站起身 踮起顾念的下巴 你当初为什么要扔下我离开 我现在就要一个答案 女孩为了挽救家族企业 不惜放下廉耻主动接近前任罢组 却殊不知这都是对方费尽心思设计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他挽回到自己的身边 面对傅锦绍突如其来的质问 顾念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突然淘气的二哈从两人中间窜出 顾念一个躲闪不及崴了脚 傅锦绍焦急地俯下身查看情况 下一秒背起顾念往窝室走去 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红肿的脚腕 你先坐着我这就给你去找药 看着傅锦绍离开的背影 顾念的眼神中满是忧伤 如果我告诉你真相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从前了 第二天清晨 傅锦绍特意送顾念来公司上班 等候多时的安萱假惺惺地凑上钱 谎称自己是来给顾念送些补品的 顾念知道对方就是想借机来看自己的笑话 于是故作虚弱地倒在傅锦绍的怀中 我的脚疼的利害实在是走不了路 傅锦绍听后执意要带顾念去医院 顾念故意面带为难的拒绝了 之前公司的主管被安氏挖走 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而且昨天安小姐和妈妈还来故事大闹了一场 心经旅安萱听后立马装出很无辜的样子 我只是陪伯母去探望念念的 顾念知道安萱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故意升高掉门打断了她 锦绍昨天来公司为上次原材料的事和我道歉 说起这个事我还要多谢我的老公帮我解决呢 这样一来不仅化解了自己和锦绍之间的误会 还成功地打破了安萱挑拨的阴谋 傅锦绍听见顾念叫自己老公也是乐得不行 非要抱着他上楼不可 再看心经旅安萱被气得脸都绿了 傅锦绍将顾念送到办公室门口时 顾念便示意他先回去吧 否则被人看到会很不好 傅锦绍的眼神中满满的全是失落 你就这么急着和我撇清关系 等到傅锦绍刚一回到公司 得知爷爷已经在里面等着自己了 推开门只见锦锐的爷爷也在 简单地打过招呼后 锦爷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家锦锐那个孽障突然跑回来说 看上了个有夫之妇 还非要娶他不可 说着便恳求傅锦绍帮自己查一查 对方到底是谁 爸总趁着女孩的脚受伤不能走路 竟主动提出要帮助他洗澡 竟然想要酿酿酱酱 傅锦绍亲自来公司接顾念下班 还贴心地将对方搀扶到傅驾驶 听说锦锐跟家里人摊牌 说是爱上了一个已婚的女人 顾念听后明显的一惊 连忙向傅锦绍确定是真的吗 只见傅锦绍的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也已经有了答案 顾念索性也不再继续隐瞒 直言自己对锦锐并没有兴趣 傅锦绍则表现得很是平静 如果他要是在对你纠缠不清的话 你可以将我们结婚的是说出来 顾念听后为难地低下了头 想想当初自己逃婚 让傅锦绍已经颜面扫地 如今要是再将婚讯公布的话 他肯定会成为大家的笑点 傅锦绍似乎看出了顾念的顾虑 你说的重新开始难道是骗我的吗 顾念捂着胸口连连保证 自己说的都是心里话 傅锦绍的嘴角发出一声倾笑 而是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深夜的别墅里 傅锦绍小心翼翼地帮顾念揉着脚腕 听顾念说一会儿想要洗个澡 傅锦绍这就站起身去浴室放水 结果前脚刚走手机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顾念好奇地打开一看 很抱歉我想我不能接手 文件也已经寄回你的公司了 顾念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纠葛 这时傅锦绍的声音打断了沉思 水已经放得差不多了 考虑到顾念的脚还不能走路 傅锦绍一把将她抱在怀中 肌肤间的触碰让两个人都开始变得燥热起来 傅锦绍轻轻地捏了捏顾念的脸蛋 随即又将手指滑动到嘴唇的位置 眼看着傅锦绍朝着自己亲吻过来 顾念知道自己没有安眠药的辅助 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 于是连忙打断傅锦绍 谎称自己想先洗个澡 只见傅锦绍的眼神一阵 猛地搂住顾念 那我陪你一起 霸总迫不及待地抱起女孩 下一秒踮起对方的下巴 难道你对我没有兴趣吗 顾念紧紧地抓着傅锦绍的胳膊 表示自己只是还没有准备好 傅锦绍听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趁着顾念放松警惕的时候 他猛地从身后搂住对方 不由分说地就亲吻了上去 嘴唇触碰到的那一刻 顾念浑身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还好傅锦绍及时地松开了他 刚刚的只是利息 下一次你逃不掉的 缓过神的顾念后怕地捂着嘴巴 我必须要重新进行心理治疗了 这样不仅是为了傅锦绍 也是为了自己 等到顾念穿好衣服下楼 发现傅锦绍已经熬制好了海鲜粥 顾念好奇地看向对方 所以你是为了我特意学的吗 只见傅锦绍满眼柔情地点了点头 顾念突然眼神中划过忧伤 对不起当年我不是故意的 还没说完就被傅锦绍给打断了 我知道你是不会告诉我真相的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我现在只想和你重新开始 这一番深情的告白 让顾念整个人正在原地 下一秒眼睛都笑成了一道缝 两人吃过夜宵后 来到院子中散步 傅锦绍还贴心地给顾念披上了毯子 顾念突然想到下周三就是气息了 以前每到这个节约 我们都会护送礼物的 这时纪阳哥突然打来的电话 正好下周三本事要召开土地拍卖会 因为很符合故事集团的发展需求 想要邀请顾念能够一起去参加 顾念由于一番过后拒绝了 他还是想和心爱的傅锦绍一起过七夕 这爸总真的是太不解风情了 面对女孩主动提出一起过七夕 他却以工作为由拒绝了人家 顾念失落地低下头 没关系的毕竟出差是公事 说着便拿起电话打给纪阳哥 下周三的拍卖会我们一起去吧 第二天清晨 顾念刚一来到公司楼下 便被等候多时的锦锐给拦了下来 对方上来就拉着顾念和自己一起走 两人来到了一处高档的私人会所 无奈凡的顾念质问锦锐到底要做什么 只见锦锐一声令下 须艾雅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此人正是当初和顾念说怀孕后被锦锐扎了的同学 疑惑时 锦锐将厚厚的一打检验报告拿了出来 须艾雅从未有过流产记录 我也和他并未有过任何接触 须艾雅见自己的阴谋被拆穿 坦言自己当初都是在撒谎 顾念听后得意地摸了摸下巴 我这回算是为自己证明了 顾念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后 对不起当年的事是我错怪你了 只见锦锐满脸见笑地瞥向顾念 既然这样了你就别拦着我追你了 顾念听后撂下一句随你辩后转身愤愤地离开 转眼就到了周三 顾念在纪阳哥的陪同下 一起出现在了土地拍卖会的现场 锦锐这个跟屁虫也随之而来 纪阳见状好心地提醒对方 想必锦少爷已经有看上的地痞 我们各凭本事免得伤了和气 只见锦锐故意凑到顾念的面前 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地痞 而是为了人来的 顾念懒得和锦锐有过多的纠缠 头也不抬的就往大厅里面走去 浑然没有注意门外停放的车子里 傅锦身正坐在驾驶卫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面对情敌的挑衅 深情霸总终于要强势表达爱因 随着主持人的开场 拍卖会正式开始 得知顾念看好郊区的一块地痞 纪阳哥表示要买下来送给他 一旁的锦锐听后明显地很是不爽 扬言也要买下来送给顾念 就这样 起拍价五千万的地痞 锦锐上来就喊到了一个亿 纪阳也不甘示弱 举起号码牌就加价到两个亿 两人你一下我一下 硬生生地将价格喊到了五个亿 顾念夹在中间很是头疼 想想自己的预算只有三个亿 这样一来连叫价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赶紧劝纪阳哥不要再这样胡闹下去 纪阳则表现得很是平静 一直以来我都想买一件你需要又喜欢的东西 说吧便将价格喊到了八个亿 顾念见状只好转头愤愤地看向锦锐 克令他赶紧停下来 已经失去理智的锦锐怎么可能会收手 毫不犹豫地就又加价一个亿 就在纪阳刚要举起手中的号码牌时 身后突然有人喊出十个亿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顾念一经过后赶紧转过头 只见傅锦深板着脸缓缓地走过来 台上的主持人也看出了局势 站在原地小声地试探 还有没有人要继续进家 不服气的锦锐刚要开口说话 顾念大声地提醒他冷静一点 说话时傅锦深已经来到了面前 你只要给出他那个理由就行了 顾念知道傅锦深的意思是 希望他能亲口将两个人的关系说出来 但是考虑到影响 顾念实在是无法张开口 于是谎称并不知道傅锦深在说什么 突然傅锦深牵起顾念的手 既然你不知道 那就我来说吧 天呐这霸总也太懂浪漫了吧 傅锦深当着众人的面官宣 自己和顾念是夫妻关系 锦锐听后满脸黑线地站在原地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伴随着主持人的落锤 傅锦深以十个亿的价格成功地拿下地皮 从会场出来后 疲惫的傅锦深揉了揉鼻梁 下一秒面带微笑地看向顾念 我有个地方想要带你去 说吧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天空中开始绽放起绚丽多彩的烟花 顾念整个人被眼前的一幕吸引 只见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映入眼帘 两个人手挽着手慢慢地推开大门 看着如此精美的装修 怎么也要两三年的时间 顾念这才知道傅锦深一直都在等着自己 愣神时傅锦深整了整衣服就向厨房走去 说什么都要给顾念好好露一手 一番忙碌后 两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享受着美食 顾念借机小声地向傅锦深询问 你花那么多的钱买一块地皮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再看傅锦深的眼神格外地温柔 作为送你的七夕礼物 一点都不算多呢 顾念害羞地低下头大口地吃着饭菜 这时傅锦深表示自己还准备了一份礼物 说着便捂着顾念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牵着他 等到睁开眼的那一刻 只见在黑夜的映衬下 数不清的萤火虫悠闲地在空中飞舞 那场面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森林 就在顾念沉浸在喜悦中时 傅锦深猛地将他壁冻在墙上 那你送给我的七夕礼物是什么 顾念没想到傅锦深会特意赶回来 所以也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心虚地他眼神不停地躲闪着 傅锦深则伸出手慢慢地踮起顾念的下巴 没关系的我已经帮你想好了 说爸便朝着对方亲吻地上去 只因女孩没有准备七夕礼物 爸总就要对方和自己降降娘娘 顾念紧张地浑身颤抖 表示自己想先洗个澡 趁着这个功夫 他赶紧掏出两颗安眠药 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许久过后 顾念缓缓地推开浴室的房门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都要来的 在月色的映照下 傅锦深深情地看着顾念 下一秒迫不及待地亲吻上去 当发现顾念手腕上的伤疤后 想称是不小心被划伤的 傅锦深索性也没有多想 用嘴唇轻轻地亲吻着伤疤 顾念被弄得满脸羞红浑身燥热 两个人很快便缠绵在了一起 次日清晨 浑身酸疼的顾念走下楼 突然傅锦深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 实在是抱歉我昨晚没有控制住 说着还不忘宠溺地点了点顾念的额头 你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快给他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谈话中这才知道 傅锦深两年前就已经把这块地皮 写在顾念的名下 可那个时候顾念却还在国外 想到这里的顾念一把抱住傅锦深 嘴上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吃过饭后 傅锦深带着顾念回到了老宅 刚一进门傅妈便没好气地指责顾念 锦深要不是为了你能花十个亿去 近拍地皮吗 傅锦深见状将手搭在顾念的肩膀上 解释称那块地皮一年内会被占地修建高铁 到时候布架会翻成两倍 识别的傅妈哪里肯会善罢甘休 故意升高调门阳怪气 如果现在去见锦锦的话 只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呢 于是鼓足勇气想要开口拒绝 只见傅锦深一把将他拦了下来 既然锦锦生病了 那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他吧 爸总为了阻止女孩吃过期的零食 竟然用嘴对嘴的方式抢了过来 顾念在傅锦深的陪同下来看望锦锦 锦锦借此机会向顾念表达起了爱意 还挣扎着说什么都不吃药 一旁的傅锦深黑着脸很是难看 只见他气冲冲地走上前 猛地将锦锦控制住 你要是再不出我不介意掰开你的嘴了 锦锦听后立马安静下来 下一秒不情愿地接过药品 从锦锦夹出来后 傅锦深将顾念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还有个会要开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闲着无聊的顾念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突然发现办公桌的抽屉里装满了零食 他好奇地走上前打开 发现这些竟然都是自己爱吃的 这时助理推开门走了进来 询问顾念中午想要吃什么 顾念趁机向其询问零食是怎么回事 另外每年的七夕副总会准备一份巧克力放在抽屉里 顾念看了眼手中巧克力的生产日期 慢慢地拆开后放进了嘴里 这一幕正好被回来的傅锦深看见 他赶紧冲上前示意顾念吐出来 说着轻轻地捏住他的小脸蛋 这都已经过期了不能吃的 见顾念迟迟不肯吐出来 傅锦深直接朝着他亲吻上去 用力地将巧克力吸到自己的嘴里 然后温柔地呵斥起了顾念 你是不是傻过气的东西也敢吃 害羞地顾念站起身 匆匆地向洗手间跑去 结果无意间听见公司的员工在议论自己 说顾念曾经背叛傅锦深跑去国外 如今为了挽救家族企业 又主动跑回来用身体换钱 只见傅锦深黑着脸异常的吓人 傅是不留闲言碎语的人 立刻去人事部办理离职 转过身看向顾念的那一刻又立马变得温柔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夜晚的别墅里 喝了很多酒的顾念躺在傅锦深的怀中 傅锦深轻轻地点了点他的嘴巴 突然眼睛用力地一睁 那三年你为什么不回来 爸总趁着女孩喝醉将他小心地抱在怀中 下一秒直接问起了悄悄话 这三年你为什么都不回来 满脸红晕的顾念抚摸着傅锦深的脸颊 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了 因为我根本要不起 傅锦深的眼神中划过一丝失落 随即紧紧地抱住顾念不松手 没关系的 我想要你就足够了 醉熏熏的顾念嘴上不停地嘀咕着想吃巧克力 还有各种零食的名字 傅锦深心疼地捋了捋顾念的头发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说罢便情不自禁地将顾念扑倒在床上 次日清晨 清醒了的顾念看着脖子上的印记 想想喝酒的效果确实比吃药好 于是拿起电话打给自己的心理医师 将自己已经和傅锦深结婚的事告诉了对方 我想要将病情治愈和他重新开始 心理医师听后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想要治疗就必须得去直面曾经发生的那件事 但一不小心很有可能会使病情加重 顾念坚定地眼神中看不到一丝犹豫 为了锦深我想要试试 这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断了谈话 来电人正是季阳哥的妈妈 对方直言有一件事想要求顾念帮忙 画面一转 顾念和季阳出现在一间餐厅的包房 原来季阳的妈妈是想要顾念 劝劝季阳能够去相亲 毕竟她已经老大不小了 顾念想到自己给季阳哥添了很多麻烦 心里很是过意不缺 季阳听后表现得很是平静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在我妈面前为难的 说着便开始关心起了顾念的病情 锦身发现你害怕异性靠近的事了吗 顾念忍不住地长呼一口气 我不想让她知道 季阳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那你有没有想过调查一下 当初原山那么做的原因 顾念听后十分震惊地看向季阳 难道你查出了什么吗 女孩只要一碰到异性就会浑身难受 为了能和爸总老公更好的生活 她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药后才能接近对方 心理医生了解情况后很是焦急 她提醒顾念这样做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长此以往下去很有可能会变成老年痴呆的 可即使是这样 顾念也不愿意让傅锦身发现自己的意义 于是她早早地躺到床上 试图用装睡门混过去 傅锦身轻轻地推开门走到床边 小心翼翼地帮助顾念盖好被子 如此近距离地接触 顾念紧张地不停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努力地让身体放松下来 傅锦身则只是从身后温柔地抱着顾念 两人就这样一起陷入了梦乡之中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 傅锦身将一杯温水特意端给顾念 你的生理气快到了 最近不要吃冷的 顾念借机小声地向对方试探 如果我没有怀上孩子的话 你会不会很失望啊 傅锦身很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惊住 你是想要的孩子吗 顾念情绪激动地脱口而出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毕竟故事集团还没有稳定下来 傅锦身一本正经地看向顾念 那万一要是意外有了呢 顾念为难地低下了头 那当然是留下来了 傅锦身听着这回答很是满意 傅锦身笑咪咪的贴到顾念的耳边 但是我可以给你吃 说着便朝顾念的脸颊亲吻一口 我去上班了你在家乖乖的 送走了傅锦身后 顾念想到这个月的生理期还没有来 决定还是偷偷到医院检查一下 恰巧傅锦身正陪同文文一起来给孩子做抽搐 突然听见旁边的诊室有人喊顾念的名字 他站起身只见顾念拿着一张检查单若有所思 女孩背着爸总偷偷去医院做运检 结果被对方当场撞了个正招 就在顾念认真地输入病例号的时候 傅锦身突然从身后将单子抢了过去 你挂的哪一个专家号 我陪你一起进去 说着拉起顾念就往诊室里走 检查结果上显示顾念体内的激素暴增 很明显就是怀孕的迹象 傅锦身听后开心地笑出了声 再看顾念的脸色却很是难看 傅锦身见状连忙上前安慰 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顾念站在原地深呼吸一口气 这个孩子不能要 因为我吃了事后要 傅锦身一把抓住顾念的手 不由人说的就往门外走 随即将他牢牢地按在墙上 一面哄着我说会留下孩子 然后又偷偷地吃避孕药 这就是你说的要重新开始吗 顾念的眸中一满了忧伤 因为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原因 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怀孕的 但是他实在无法开口将真相说出来 只能站在原地默默地低下了头 傅锦身一脸严肃地盯着顾念 你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见顾念轻轻地点了点头 傅锦身痛苦地捂着额头 原来你都是骗我的 接着又凶巴巴地撂下一句狠话 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要 说完转身气哄哄地离开了 就在顾念伤心欲绝的时候 文文抱着孩子走了过来 曾经我也跟你有一样的念头 但最后我还是选择生下了孩子 顾念并不想和对方有所纠缠 简单地应付一句就要离开 文文见状继续开口说道 其实我和傅先生的关系 要比你想象中暧昧得多 说着竟主动提出 要和顾念好好聊一聊 顾念十分警惕地看向对方 他这是要和我聊什么 女孩刚得知 自己怀上了霸总的孩子 转头情敌就主动找上了门 文文毫不避讳地向顾念谈言 傅锦身曾承诺过我 这辈子都会照顾我和孩子的 顾念的眼神中划过一丝忧伤 直勾勾地盯着母女俩没有说话 文文的脸色明显有些难看 我只说了这么几句话 你就受不了 那你怎么舍得这样伤害锦身呢 见顾念自责地低下了头 文文索性也不再藏着掖着 原来当初曾有人冒充顾念的名义 约傅锦身出去见面 焦急的傅锦身想都没想的就赶去赴医院 结果有人故意在途中安排了一场车祸 傅锦身的助理也就是文文的老公 开车尽力地躲避 才保住了傅锦身的一条命 傅锦身重伤在医院足足躺了三个月 遗憾的是文文的老公在这场事故中去世 顾念不可置信地捂着嘴 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神经一般 文文临走前提醒顾念 如果你真的爱抚先生 就不要再伤害他了 此时医院外的傅锦身正在安排下属要跟紧顾念 并让本市最专业的妇产科医生随时待命 沟通时文文抱着孩子走了过来 在送母女俩回去的路上 文文将自己和顾念谈话的内容全都告诉给了傅锦身 并表示只有刺激一下顾念 才会让他改变心意 傅锦身的双手紧紧地攥着方向盘 这是我和他的事 以后你不要再唱话了 深夜的别墅里 见顾念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傅锦身小心翼翼地给他盖好被子 突然顾念睁开眼抓住傅锦身的手 我们能好好谈一谈吗 傅锦身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一把踮起顾念的下巴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明白 当你跟我说有了孩子就留下时 我有多么的开心 顾念十分为难地看向傅锦身 我们下一个孩子一定留下好不好 说着眼睛便不敢再继续直视傅锦身 上一个孩子没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么记得 你就听我一次行吗 只见傅锦身奋力地甩开顾念 眼神中满满的全是失落 你确定有上一个孩子吗 你还用一张甲的怀孕证明成功地嫁入豪门 深情霸总之道后非但不生起 还故意装傻不将此事拆穿 面对傅锦身的质问 顾念支支吾吾的小声是他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骗你的 傅锦身慢慢地走上前 即使这样我也还愿意娶你 越说情绪越发地激动 因为我爱你 你三年前更加地爱 此时傅锦身的眼角已经有了泪化 可到头来你又一次地辜负了我 下一秒恶狠狠地盯着顾念 就让这一切都到此为止吧 顾念你好自为之 说吧便转身愤愤地离开 顾念伸出手想要阻止傅锦身 结果却抓了个空 看着傅锦身毅然决然地背影 顾念的泪水止不住地从眼眶中流出 你知道当年我差点就被人强暴吗 以至于现在只能靠心理干预治疗 才能勉强地维持表面的正常 然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傅锦身的亲生母亲 此时的傅锦身也意识到自己太过于冲动 担心再这样下去很可能会伤害到顾念 他决定还是先分开冷静几天 一直放心不下的傅锦身 时刻在背地里打听着顾念的状况 这天佣人突然打来电话说顾念肚子疼得厉害 慌乱的傅锦身疯了班地赶向医院 在医生口中了解到 顾念只是普通的立架痛经而已 原来顾念因为长时间地服用安眠药的原因 导致了体内激素紊乱 这才会被误认为是怀孕了 傅锦身听后满脸的诧异 他为什么要吃安眠药 在确定顾念身体没有大碍后 傅锦身轻轻地推开门走进病房 满眼心疼地看着面前虚弱的顾念 贴心地将被子往上提了提 多在医院留几天 再做个详细的全身检查 顾念含情默默地点了点头 傅锦身将手放在顾念的肚子上 贴到他的耳边试探性地询问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呢 爸总为了验证女孩是否爱自己 借着酒精就要和人家强行贴贴 结果对方的反应让他彻底惊住了 她的眼睛微微一眯 心中似乎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猜测 从医院出来后的好几天 傅锦身都一直没有回来住 突然这天晚上 浑身酒气的傅锦身摇摇晃晃地走进来 顾念见状赶紧给对方端去一杯水 结果却手抖不小心给弄洒了 他慌乱地蹲下身帮助傅锦身擦拭 嘴上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傅锦身一把抓住顾念的手 顺势将他扑倒在身下 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第一次你要给我下药呢 见顾念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 傅锦身将嘴巴贴到他的耳边 你根本就不想和我发生接触 孩子也从始至终没想要 顾念情绪越发变得激动起来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傅锦身听后表情瞬间有所好转 那你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顾念笑眯眯地看向傅锦身 我想先去一下洗手间 借着这个机会 顾念紧忙吞下了几粒安眠药 一番等待过后 他从身后慢慢地抱住傅锦身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话音还未落 傅锦身猛地回过头 朝着顾念亲吻上来 随着药笑地慢慢发作 顾念的排斥反应明显地有所缓解 傅锦身满眼深情地盯着顾念 你知道我是谁吗 顾念缓缓地吐出锦身歌三个字 傅锦身听后满意地站起身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就在傅锦身取工具的功夫 顾念却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傅锦身站在原地紧锁着眉头 眼神中划过一丝忧伤 所以你吃安眠药 是因为根本就不想被我触碰是吗 女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没完只能依靠安眠药 才能和爸总老公亲近 对方发现后却误以为他嫌弃自己 第二天早上 洗漱完的顾念准备去公司上班 傅锦身突然窜出来抱住了他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昨晚没做的事完成了 别忘了顾氏的资金链还掌握在我的手中 顾念无奈只好再次撒谎称自己想要洗个澡 就在他慌乱地翻找着盒子时 身后传来傅锦身的声音 只见对方手里正拿着那瓶安眠药 你是在找这个吗 顾念站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傅锦身的眼神里一满了悲伤 因为你吃了这个东西就可以睡着 就不用面对我了 越说声音越发的颤抖起来 怪不得你不想要孩子 原来你根本就不想和我在一起 傅锦身听后瞳孔猛的一阵 不是你想的这样锦身哥 傅锦身歇斯底里的咆哮着 你在我眼里再也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念念了 以后不许这么称呼王 因为你不配 只见傅锦身的脸色异常难看 你现在就只是我傅锦身的妻子 说着上前牢牢地控制住顾念 我现在就要你履行夫妻的衣服 下一秒就开始粗鲁地撕扯着顾念的衣服 三年前的那场遭遇如同潮水般 闪现在顾念的脑海中 病情发作的他下意识做出了防范的动作 嘴上大喊着不要碰我 不知情的傅锦身还以为顾念是在警告自己 此时也明显地失去了理智 当初是谁穿着睡衣来主动勾引我呢 现在却和我玩玉琴故纵事吗 说着就又再次动起了手 浑身颤抖的顾念直接瘫软在地上 抱着头痛苦地呻吟着 傅锦身整个整理领带 顾念你不要再耍什么把戏了 我是不会再相信 说罢转身大不留心地向门外走去 顾念想要试图挽回对方 但由于身体的原因直接摔倒了 悲痛欲觉得他泪水止不住地从眼眶中流出 别走我一个人真的好害怕 女孩遭受恶毒婆婆的算计差点失去了清白 患上精神疾病的他被迫远走博外 如今深情霸总精心设计再次让两人复合 但当年的那场误会却迟迟未能解除 顾念痛苦地蜷缩在角落里 泪水止不住地从眼眶中流出 三年前的那场遭遇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 顾念风味一样地用头撞击着墙壁 浑身赶来的庸人紧忙上前询问情况 无助的顾念直接扑进对方的怀中 嘴上不停地念叨着好怕 庸人很显然也是被这一幕惊到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此时的傅锦身也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 郑躲在车子里面自责 突然接到了庸人打来的电话 他迫不及待地按下接通键 在了解顾念的情况后 傅锦身急得满头大汗 立刻让私人医生来我这里 撂下电话后飞速地跑回了别墅 傅锦身想要伸手试探一下顾念是否发烧 神志不清的顾念慌乱地躲闪着 你们不要过来 下一秒突然抓住傅锦身的衣袖 既阳哥你带我去找锦身哥好不好 傅锦身心疼地握住顾念的手 温柔地安抚着他的情绪 现在这个状况必须要进行心理干预才行 傅锦身听后当场愣在了原地 眼神中满满的全是忧伤 这些年念念到底经历了什么 女孩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无法和异性接触 不知情的霸总老公却强行要和他贴体 三年前那场不堪的过往也因此被揭开 顾念因为发病造成了外伤 私人医生准备给他注射一些消炎药 傅锦身贴心的嘱咐要轻一点 说着便伸出手想要安抚顾念的情绪 只见顾念害怕地往后退缩着 双手紧紧地抱着头做出防御的姿势 嘴上大喊着锦身搁救自己 傅锦身的眼神中满满的全是心疼 赶忙起身和顾念保持着距离 我这就带你去找傅锦身好不好 顾念听后这才安静了下来 下一秒又突然惊恐地大嚷 我又犯病了快去找苏珊 就在傅锦身诧异的时候 身为顾念心理医师的苏珊正好打来电话 在了解完顾念的现状后 对方表现得很是震惊 请保证任何男性都不在她的视线内 并且让女人陪着顾念一起躲到衣柜里 此时的傅锦身无比地自责 忍不住地大骂自己是个混蛋 心理医师苏珊急匆匆地赶到别墅 昨天念念跟我通话还在憧憬未来的生活 她怎么就突然受到刺激发病了呢 傅锦身痛苦地低下了头 颤抖着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苏珊愤怒地冲傅锦身咆哮着 你这是在把她往死路上逼 随即将一只耳机递了过来 是一副锦身出去等着 苏珊轻轻地敲打着衣柜门 我好不容易回国一次 你就打算躲着不见我吗 顾念听出是苏珊的声音后 缓缓地探出头查看 突然紧紧地抱住苏珊就不松手 苏珊温柔地和顾念聊着天 不停地寻找着话题 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 顾念也很快地恢复了理智 我真的好怕锦身哥知道我的病情 越说情绪越发地激动起来 泪水不停地从眼眶中流出 我想让所有的痛苦 都让我一个人来忍受 可到头来好像还是伤害到了锦身哥 此时屋外的傅锦身 正通过耳机听着这一切 他眉头紧皱狠狠地咬着嘴唇 傻丫头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